大家好,这次放宽之后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步入重症的比较多 为什么?有很多老年朋友没有打疫苗 所以很多人在注射疫苗之后症状都在减轻 或者是无症状,或者是有一天的发热到了第二天就逐渐的好转 或者是只有一些些乏力,这些都是我们很有体会的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是不是跟注射疫苗有关系 那肯定了注射疫苗之后,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抵抗新冠病毒的能力 肯定是要比没有注射疫苗的人要强得多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那么在这次放开之后,有很多老年人感染了新冠之后 为什么会步入重症呢?因为有一个叫做沉默的缺氧 也就是他就根本表现不出来自己对缺氧的这个耐受可能就比较强了 所以就容易导致外周血氧饱和度下降 最后就有点失睡,或者是反应迟钝,或者是精神萎靡 这些都是向重症发展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强调大家,还是要积极的接种疫苗 那么老年人接种疫苗和普通人接种疫苗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其实在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什么样的人是要接种疫苗? 因为我们疫苗刚出来的时候,要求的特别规定的是给18岁到59岁之内的人群 因为他们在工作岗位,他们暴露的叫做行业暴露比较严重 所以要在一些比如说冷链上呀,或者大型的超市呀,医院公共场所 接住人多的地方,给这些工作人员先接种 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让他们为更多的人服务 但是后来国家放宽了 我们现在疫苗接种已经放宽到三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接种 那么对于我们60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还有小老人都要求去接种了 那么什么人不能接种,咱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接种的人多了,那不接种的人他也有要求 比如说我们有孕期,哺乳期,还有一些慢性病,急性发热期,急性发作期 肿瘤呢,我们在应用肿瘤活动期,是在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抗瘤药物的过程当中 还有精神病的这个发作期,癫痫正在发作时期 还有冠心病,心梗,就这些危险 还有病人已经到了中末期,就是说可能已经没生命迹象了 你再去给他接种,这都不符合现实 所以这些人群都不是接种疫苗的,就是我们说的10亿人群 所以我们在接种的时候呢,要认真地去看疫苗的说明书 或者是找一些懂行的人帮你进行解答 好,谢谢大家